姐姐是绑定了系统的女主 我千辛万苦才能学会的东西 她只靠奖励点就能得到 她是重心捧月的公主 我则活成了她的对照组 可是高考前夕 她被系统解绑了 我的姐姐其实不是亲姐姐 她是妈妈闺蜜的女儿 三岁的时候 她被领到我家来 妈妈说她叫林杰 以后她就是我的姐姐 要我们好好相处 一开始 我是很喜欢她的 妈妈告诉我 林杰没有了妈妈 我们要多给她一些关爱 我听了妈妈的话 处处让着她 我会把我最喜欢的红烧肉留给她 会把最喜欢的小裙子借给她 会把我最心爱的玩具送给她 可是慢慢的 她就不需要我让了 妈妈会主动拿给她 林杰聪明又漂亮 我千辛万苦才能学会的东西 她只要看一遍就会了 妈妈就指着林杰骂我 林梦你怎么回事 你姐姐林杰那么聪明 怎么你就这么不争气 每当这个时候 林杰就会站出来护着我 妈妈不要骂妹妹 都是我没叫好 要骂就骂我吧 她站在我身前挡住我 妈妈就心疼地把她搂在怀里 说不怪她 说我太笨了 然后她就会把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拿给林杰 说是对她的安慰 林林被骂的是我 可是被安慰的却是她 妈妈的关心都给了她 我的一切都要自己来 亲戚偶尔夸我真省心 妈妈就会拉着林杰的手 说林杰才让我省心呢 学什么都是一点就通 从来不用我操半点心 乃像林梦那个讨诈鬼 笨得要死 还跟我顶嘴 我都快气死了 爸爸不常在家 听多了这种话 也觉得我是不听话的坏小孩 我其实没有她说的那么差 林杰常年第一名 我也能在十来名的位置徘徊 可是有了林杰做对比 就显得我的努力格外无用 无论我熬多少个夜 做多少本题 我都比不过林杰 好像我天生就比她蠢 就连我妈都时常庆幸 还好当初收养了林杰 不然就林梦这个蠢丫头 别说给我们争光 不让我们丢脸就不错了 我爸就在一边点点头 把包好的橘子递给林杰 那青橘酸得很 林杰是不爱吃的 家里只有我爱吃酸的 后来不知怎的 林杰也爱上青橘 从那之后 爸爸的包的青橘 再也没有弟弟我 小的时候 妈妈曾经送我们去学舞蹈 去上课的第一天 老师教了我们基本姿态 林杰怎么学也学不会 舞蹈老师被她气了一整节课 都没有好脸色 妈妈来接我们下课 老师委婉地说 林杰可能天赋不在舞蹈 你要给我给孩子考虑下 其他的兴趣爱好 妈妈听了脸色很不好 对她也没有平时温和 晚上吃饭的时候 妈妈把半碗红烧肉都加给了我 还嘱咐我 想弄多吃点 今天跳舞辛苦了 林杰坐在一边 一句话也没有说 因为吃的太多 晚上我起夜了 如果林杰房间的时候 听见里面会有四无的声音 奖励点舞蹈技能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打个哈欠就回房间睡觉了 第二天 林杰就求着妈妈 让她再去学一次 如果真的不行她就不去了 妈妈有点不高兴 但还是同意了 老师看到林杰也有点意外 沉着脸让我们都进去 没上多久课 她的脸色就变了 昨天还同手同脚的林杰 今天就能把姿势摆得极为标准 老师惊喜地问她 林杰 你是昨天回去自己练习了吗 林杰羞涩的低下头 我妈妈找课程教我 是妈妈教得好 老师听了 原声夸妈妈会教小孩 还建议其他家长要向妈妈学习 妈妈在一旁等着接我们下课 文言立刻坐直了身体 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羡目的目光 朝林杰投去了慈爱的眼神 我觉得很奇怪 妈妈昨天吃完饭 就出去打牌了 哪有时间给林杰找课程 可是我隐约知道 这话不能说 林杰都要跟着学 就算起初她没我学得快 要不了多久 她也会达到我远远不及的水平 上了学之后 这种差距就更加明显 她是个柯老师捧在手心里的第一名 奖状多到家里都提不下 而我是班上中等的那一批 既不算太差 也不打眼 是经常被忽略的那群人 爸爸妈妈越来越把林杰 当做手心里的宝 逢人就炫耀 他们好像都忘记了 我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上高中那年 林杰考了第一名 市里最好的私立高中私人中学 给她发来了邀请 只要她愿意就读 学费全免 生活费每月补助 并有一次性奖金20万 林杰选择了私园中学 我则踩着路曲线进了一中 她在高手云集的私园 依然风光无限 无论大考小考 她都是雷打不动的第一名 我和林杰的家长会时常撞七 爸爸妈妈都是争抢着 要去给林杰开家长会 不过就算是没抢到 剩下的那个人 也不会去参加我的家长会 邻居家的秦阿姨看我可怜 主动让江叔叔 去参加她儿子江洪的家长会 她来参加我的 江洪为此没少抱怨 从小你就喜欢给我抢东西 我妈每次都叫我让着你 现在好了 直接给我抢妈了 她妈一巴掌拍在她后脑勺 臭小子说什么呢 想通是你妹妹 在学校给我招务好妹妹 听见没 江洪梗着脖子说就不 被秦一拧得满校圆跑 她嘴上说不 被地理还是偷偷给我送了她的笔记本 江洪是常年和林杰并列的那个人 但是她和林杰很不一样 林杰给我讲题 我总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 听懂了 但是下一次见到 依然不会写 江洪不一样 她在笔记本上写的例题和解析 我看一遍就懂 还能举一反三 我的成绩渐渐上来 第一学年结束后 我进了势里红榜的尾巴 林杰在头 我在尾 成绩出来的那天 妈妈破天荒的顺带夸我一嘴 想能挺不错的 进步很大 我说是江洪借了我笔记本 还帮我补习 妈妈若有所思 那我们该好好谢谢人家 听妈妈夸我的时候 是签了合约的 违约要赔很大一笔钱 林杰不管不顾 硬要转学 还私下去找了义中的校长 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校长出面和思源中学要人 成功把他弄进了义中 走之前他的班主任劝他 思源才能给你最好的条件 你要想清楚 不要因为冲动害了自己 马上要离开 他懒得再装 老师 我知道我走了 害你损失一笔高考奖金 但你也不这么诅咒我吧 我林杰到哪都是最优秀的 老师被他对得弄得不语 沉默地看着他 收拾行李出了校门 林杰主动申请 进了我所在的班级 我刚取得的一小点关注 因为他的到来直接消弭 爸妈和老师 都更关注他的学习情况 唯独一个人不搭理他 这个人就是江红 林杰给江红写过情书 我是知道的 那天我在江红家听他讲课 他翻开数学课本 里面掉下来一封粉色的情书 署名是林杰 江红看也没看就递给我 帮我拿回去 怀令姐姐 我把情书带回去的时候 林杰脸色都变了 我的情书为什么会在你这里 是不是你跟江红说了什么 我说我只是帮忙带回来 林杰却怎么也不信 爸爸妈妈回来后 她举报我早恋 妈妈于是找了情仪 以后不用江红 再顺路带我上学 我的班级 也被妈妈换到了三班 可是江红还是会在课间来找我 她说你可是我教出来的 万一没学好 岂不是显得我很无能 我妈会不让我进家门的 其意哪里舍得呢 我心知这不过是她的借口 却就泼下驴地继续接受她的 补习 林杰的脸色越来越差 放学后 她直接在校门口堵住江红 我喜欢你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 江红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不好意思林同学 我心里只有学习 我在一旁见识不妙想先走 却被林杰拦住 是因为她对不对 从小你看她的眼神就不一样 可是江红 你睁开眼睛看清楚 我才是和你最般配的人 江红嫌弃地看着她 这位同学你是耳朵不好 还是脑子不好 我都说了 只想学习 你干嘛把问题扯到自己妹妹身上 或许是受到了江红的刺激 这天晚上 我又听见了林杰房间里的声音 这一次的声音格外清晰 宿主 上次为了转学 你的技能点都用完了 再想兑换 就得用你掌握的技能来换了 那就兑换掉 我一定要江红喜欢我 林杰和电子音的声音交替传来 行吧 那我帮你把舞蹈技能点兑换掉吧 不行 我不能没有这个技能 元旦晚会上还有我的表演 可是你现在不去学舞蹈了 这个技能有没有都一样 我不管 总之不能退掉这个 最后 他选择了退掉学习技能 来换取江红的好感知 我不知道那道电子音是谁 只暗暗感叹他是不是恋爱呢 没有了学习技能 林杰的成绩肉眼可见的下滑 反之上升的 是江红对他的好感知 以前从不喜欢林杰靠近的江红 会在给我带早餐的时候 多带一份给林杰 江红不再抗拒他 但也没有疏远我 这不是林杰想要的效果 他频繁地和那道电子音对话 说来也奇怪 除了我 没有人能听到他们对话的声音 元旦晚会后 林杰退掉了舞蹈技能 换江红对我的好感知降低 电子音不情不愿地答应了 还嘀嘀咕咕 怎么和主系统之前 对我的情报不一样啊 不是说是个努力向上的姑娘 这看起来一整个恋爱脑啊 这段话没有被林杰听到 兑换技能之后 江红真的开始疏远我 他还是会给我笔记本 但是不会亲自给我讲题 他送了我一堆的练习册 说做完再去找他 我看着那厚厚一叠 眼神暗了下来 林杰把我们的对话都看在眼里 脸上是控制不住的喜色 江红破天荒地约了他出去 他喜不自胜 后面的一段时间 他都忙着和江红两个人约会 我一边做题一边观察他们 倒不是我嫉妒 只是我觉得江红实在不像是个恋爱中的人 他就算约林杰出去 脸上的表情也是波澜不惊 完全没有情斗初开的少年模样 这天他们约会完 林杰脸色红扑扑地回来 看到我的时候莫名昂了昂头 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我看着他 脑海里突然想起那道熟悉的电子音 这句话系统宿主换绑成功 我瞬间懂了林杰重心统约的秘密 林杰绑定的是这个叫女主系统的东西 他不需要像我一样拼命学习 只要刷一刷周围人的好感度 就能用奖励点去兑换技能 那些年他都是靠着所谓的系统碾压众人 可是现在他的系统失灵了 系统要绑定的是林家的亲生女儿 也就是我 林梦 作为补偿 林杰曾经兑换过的技能 系统都赠送给了我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有天赋是这样的感觉 视频里教的舞蹈 我看一次就能学会 书本上的知识点 我翻两遍就能融会贯通 原先怎么也背不下来的文言文 现在直接在脑海里复印了出来 我的姐姐 站着原本属于我的天赋 就为了一个男人就轻飘飘地放弃 她好像还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 数学课上 她一反常态地不再积极回答问题 也不再举手提问 偶尔瞥见她的课桌 书本遮挡下是手机刺眼的光 她捧着手机笑得像个傻子 校长在外面巡视 正好看到了她手里散发的光 皱着眉头把她叫去办公室 皱着眉头问她 你不是跟我保证了一定能上清北 再不计也是负担上教 现在你是在干什么 老师你放心 我有自己的想法 高考的时候我一定兑现承诺 你不用管我 系统把这话转述给我的时候 我忍不住发笑 她是那么迷之自信 却还没有发现 系统已经从她身上玻璃 我能猜到她打的算盘 她大概是想着 等到高考前夕 再用好感值兑换回一天的考试技能 可惜 她的算盘注定是要落空了 校长被她气得半死 心疼替她赔出去的违约金 又拿她没办法 只好放任自留 得到校长的默许 林杰更加放飞自我 她肆无忌惮地在学校里 和江红出双入队 到处宣传他们是天生一队 是模范学霸情侣 江红陪她放肆了三个月 高三上期的期末成绩出来 江红依然稳居第一 林杰却滑到了红榜中间 全校哗然 谁也没有料到 从小到大 稳坐第一名宝座的林杰 会考成这样 她自己却毫不在乎 说这是没用的小测试 什么也代表不了 在她沉浸于情爱的时候 我借着她的东风拼命努力 我基础不如她 就算看一眼就会 也要把这些年没吃透的知识 多过一遍 因为把大量的时间 花在复习上 所以期末考 我并没有花太多心思 第一次末考的时候 我连红榜末尾都没上 林杰挽着江红来嘲讽我 不就是失恋了吗 怎么这点打击 就让你维持不住了 江红站在一边没说话 只是用莫名的眼神 看着林杰 下了晚自习之后 同桌悄悄递给我一本笔记本 我一眼就认出来 是江红的 她好奇怪 明知道林杰和我的对付 为什么还要接着给我送 我没接 让同桌帮忙还给她 江红起了大早读我 为什么不说我的笔记本 我瞥了她一眼 林杰会不高兴的 她明警唇 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把笔记本往我怀里一塞 扭头就跑走了 我翻了翻她的笔记本 还是选择留下 倒不是对江红有什么想法 而她的笔记 着实含金量很高 我不会和对自己 有利的东西过不去 这些年多亏了林杰 让我明白 世界上最靠得住的人 只有自己 就算是亲生父母 也可能为了别人忽略你 在林杰来之前 我是他们的独女 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 林杰来之后 随着她逐渐变得比我优秀 让他们面上有了光 他们就忘记了 原本我才是家里的小公主 林杰处心积虑 也只是为了夺走爸妈的宠爱 她靠着女主系统 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光芒 然而偷来的 终究不是自己的 只有靠自己拼来的东西 别人才抢不走 所以在系统提出 要帮我作弊的时候 我一口就回绝了 她很奇怪 因为以前林杰都是这么要求她的 这样不是很轻松吗 你是女主 当然可以轻松躺赢 你错了 不是因为我是女主 我就可以躺赢 而是因为我真的用尽全力了 所以才会看起来毫不费力 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为 女主躺赢 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没有任何人可以 随随便便成功 这对努力的人不公平 系统不能理解我的想法 但还是给了我一点帮助 不论我学习多久 脑袋里总是一片清明 困了 躺下就能即刻睡着 我利用这个寒假 疯狂汲取知识 林杰在忙着刷具追综艺 和江红短暂的甜蜜过后 她似乎失去了新鲜感 每天不是早出晚归 身上有时候还带着淡淡的烟酒味 她的舞蹈班已经不去上了 用的理由是要专心备考 不能再分心 其实她很清楚 没有了系统给的技能 她去上课 只会被老师骂成废物 我清楚她的变化 却没有加以劝阻 当一个人自我放弃的时候 谁来了都就不了她 开学前 林杰的亲妈找过来了 我也是才知道 她妈妈当初没有死 只是偷偷跑掉了 她爸为了掩饰 自己老婆跑掉的丑闻 对外说了 婆氏病重过世 她把老婆跑了的怒火 全都发泄在林杰的身上 后来她又娶了新老婆 嫌弃林杰是个拖油瓶 就把她扔给了她亲妈 我妈看林杰可怜 干脆就接来了我家 养了她十几年 眼看要考大学 给她正面子 结果人家亲妈找上门来了 他们俩曾经是闺蜜 可是十几年不见 在身后的感情 也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再加上还有个香波波诱惑 不思破裂已经是最后的体面 妈妈的闺蜜 在放学路上堵住林杰 声泪俱下 孩子 我才是你的亲妈呀 林杰看着亲妈手足无措 任由对方抱着她大哭 直到我妈闻讯打来 她迟疑着不敢上前 你是 美聪 徐美聪听见我妈的声音 擦擦眼泪看过去 没错是我 孙家 这些年多谢你替我照顾小杰了 现在我回来了 以后我会自己照顾好小杰的 我妈听了 当即脸色就不太好 但是校门口还有不少看戏的 她强忍着没有发作 把人带回了家 徐美聪上下打量着我家 露出一副满意的神色 我爸也从公司被紧急叫回来 三个人围着林杰坐成一圈 我看了一眼 各怀鬼胎的四个人 关上了房门 徐美聪当然不是真的想要抚养林杰 她养自己都还养不过来 怎么可能愿意再多一张嘴 她之所以会出现 是因为有人告诉她 她女儿有希望成为今年的高考状元 奖金丰厚 一听到钱 她就急匆匆地赶了回来 张口就是一百万买断 我加出一百万 她以后就当没这么女儿 以后林杰也不需要赡养她 这钱对我家来说不是小数目 我大致清楚家里的存款 想要拿出这笔钱 就算不卖房卖车 也得到处借钱 我以为 他们多少会犹豫一二 或者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他们却直接拍板 拿钱买人 所以我以后就不用再去补课了 我轻声问 爸爸不敢抬头看我 用胳膊捅了捅我妈 示意她开口 我妈说 反正你也快高考了 爸妈对你要求不高 能上个本科就行 补不补课的 没什么太大必要 正好给家里省点钱 那林杰呢 你这孩子 那是你姐姐 你姐姐学习那么好 肯定要继续补的 以后她考上好大学 你脸上也有光雅 说出去 别人也更看得起你 我实在不能理解 为什么林杰考得好 别人就会看得起我 更不能理解 他们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谁能让他们在别人的眼里有面子 他们就更爱谁 他们停掉了我的补课费 又从亲戚那里借了不少钱 才填上了这一百万的窟窿 我不能再去补课 就在老师讲课的时候 蹲在外面的墙根下停墙脚 老师出来捣水 发现了脚蹲蚂蚁 这日站不起来的我 他很诧异 你妈妈不是说 你觉得我讲课没用 不来听了吗 我一时雨色 他们不敢说真正的理由 就把原因都推到我身上 我愁愁着 怎么跟老师解释 老师却把我叫了进去 让我坐在最后面 下课后 他把一本卷曲的讲义塞给我 拿着吧 是老师送你的 他做的讲义真的很详细 有了江红的笔记本和这本讲义 我如虎添翼 一模成绩出来时 我又重新上了红榜 虽然还是诺尾 但李林杰已经很近了 就算有从前的底子在 他的放纵也让自己毫无寸进 习惯了走捷径的人 就算给他一条坦途 他也会觉得那是显道 他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没有了免死金牌 我问系统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 因为我还不是成熟的系统 所以有时候会和他断联 他应该习惯了 直到三摩结束 系统依然没有和他恢复连接 他才开始慌张 离高考只剩不到十天了 高考前最后一次成绩公布 我仅次于江红 而林杰连红榜都没上 他红着眼睛冲过来质问我 是你抢走了他对不对 你什么都有了 为什么还要跟我抢 别的同学还以为他指的是江红 但我们两个都清楚 不是的 他说的是系统 毕业晚会上我舒展的舞姿 和我一步步前进的名次 都让他察觉到了一点异样 他趁着爸妈不在家找我摊牌 你把系统还给我 我把江红还给你 我忍不住笑出声 他瞪我 你笑什么 你敢说你不喜欢他 我挣了正神色 林杰 没有任何人 值得我用自己的前途来换 他懵懵懂懂听了我的话 意识到系统不可能再回到他身上 终于彻底撕开了真面目 林梦 你到底还不还 我没再看他 拿着做到好思维导图 再过最后一遍 过于沉浸于自己的世界 导致我错过了林杰眼神里的疯狂 高考前一晚 他跟爸爸说想去放松一下 想骑爸爸的摩托车 我爸难得犹豫 林杰没有驾照 要是被抓到 连带他自己也有责任 然而我妈在一旁鼓动 孩子压力这么大 找个办法释放一下压力怎么了 大不了这辆摩托我们不要了 他还是这么短视 要是林杰真的惹出事 就算不要摩托 他们也要背责 有我妈的打鞭鼓 林杰还是如愿拿到了钥匙 平时吃完饭 我爸都是抱个手机刷 今天倒是在客厅里 不时伸着脑袋朝外面看 我知道他也心慌 好在林杰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把钥匙交还给了他 他长舒一口气 嘱咐我们赶紧睡觉 林杰瞥了我一眼 什么都没做 我却汗毛指数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 就为了避开林杰自己去考场 直到我在离考场100米的位置下车 我都没有看到林杰的身影 一颗心总算暂时放下 我刚要往校门方向走去 身后却突然传来大喊 啊 撞人了 倒在地上的一瞬间 我看到林杰得意的笑 和周围人惊慌的脸 我煞白着脸和抱着我的人说 送我去考场 我是考生 那人呵斥我 考试要紧还是你的命要紧 现在先去医院 我翻身就要从他怀里挣脱 吓得他连忙抱紧我 不准我再挣扎 然后无奈地举起手里的通讯器 这里有个高考生受伤了 能能现在过来帮忙处理一下 高考考点本身就有医护人员随时待命 我的伤很快被人检查好 左腿骨折 左手臂轻微骨裂 那个漂亮姐姐 一脸严肃地要求我先去手术 我抓着刚才救我的那个男生 死命摇头 在我求救的眼神攻势下 他硬的头皮开口 要不先给他做个简单固定 让他考完试 漂亮姐姐的目光影响他 他吓得倒退一步 但还是帮我说话 你也知道这三年多不容易 就插着临门一脚了 他一边说 我一边拼命点头 别人或许可以再等一年 但我等不了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逃出这里 漂亮姐姐最终还是同意我参加完考试 我拖着半残的腿进了考场 一边打卷 一边擦拭脸上不断滴落的冷汗 老师们不断帮忙抬进冰桶 放在我旁边 帮我阵痛 直到下午最后一提拔完 我才两眼一闭 昏了过去 再醒来 已经是在医院里 迟也正坐在我的病床旁边打瞌睡 我一动他就醒了 哎哎你别动 刚给你做了手术 小心翼翼了 他唧唧喳喳的 话很多 我说你爸妈怎么到现在都不来看你啊 高考生都不多关心一下吗 对了 骑摩托撞你那小姑娘也是高考生 他坚持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只是掌控不好方向 警察看他还要高考 就暂时没有带他回去录口供 我打断他 那是我姐姐 他脑了脑脑袋 我爸妈都没有出现在我面前 三天后 他们却带着凌桀来看我 小梦 高考那天的事情 你姐姐真的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一时紧张没控制好 都是一家人 你别和他计较 我没忍住吃笑出声 市区限速林 凌桀开出零马的车速 这叫不是故意 我爸也难得帮忙说话 小梦 爸爸知道你委屈 可你不是没事吗 你姐姐马上就要上清华了 当然你不能留下这个污点 你也是高考生 肯定能理解你姐姐的对不对 他们还坚信 凌桀能考上清华 你儿被撞到骨折了 不来问候就算了 一见面不关心他伤势 就要他理解别人 他理解凶手 谁理解他 他放下饭盒就把人往外赶 等把人赶走了 他才折返回来 小心翼翼坐在我床边 我不知道你家人是这样的 我以为他们是带他来给你认错 才把他们带过来的 迟也像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 一边说话 一边看着我的脸色 我始终笑意盈盈 说完全不难过是假的 可是那些年里 他们对我的漠视和打击 对凌桀的宠爱和呵护 早就让我放弃了指望他们 我从没期待任何人救我出名闹 凌桀差点没受到惩罚 爸爸妈妈作为我的监护人 替我写了谅解书 加上凌桀刚成年 警察那边打算从轻处理 这也是我的好爸妈 千辛万苦为他争取的处理 谁也告诉我的时候 气得上下牙齿直打架 好像他才是那个被撞骨折的人 我仍然保持着笑容 打通了我妈的电话 给我二十万 货口签出 我同意写谅解书 他们匆匆忙忙就赶到了医院 在我面前表演了一番母女情深 我安安静静地看他们表演 仍然坚持我的条件 二十万 货口 谅解书 两人哑然 想到能给自己正面子的凌桀 最后咬牙答应我了 我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 仅仅是因为凌桀优秀 能给他们长脸 他们就能轻易放弃自己的孩子 我想不通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警察带着凌桀来到我的病房 他笑着看我一笔一画 在谅解书上签字 眼神里透露着挑衅 我看着欢天喜地 拿着谅解书离开的父母 不由得替他感到悲哀 凌桀不可能考得上清北了 他自己也清楚 却依然没有阻止爸妈为他奔走 更没有打碎他们的希望 他心里 对他们并没有几分感情 和他那个妈一样 自私自利 我爸妈是先离开的 凌桀说他想向我道歉 让大家都出去等着 等所有人都离开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林梦 以前我真的很羡慕你 你聪明又漂亮 还有疼爱你的爸爸妈妈 可是我呢 妈妈跑了 爸爸不要我 我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 真的好羡慕你啊 你家里那么大 你的房间那么漂亮 你的床那么软 你的一切我都想拥有 后来有个系统绑定了我 他说要绑定的是林家的女儿 凭什么连这样的好事 也要轮到你 我说我就是林家的女儿 他就信了 不断帮我博取别人的好感知 来兑换我想要的技能 你妈一天比一天喜欢我 我可太开心了 可是为什么你连这也要抢走 林梦 你拥有那么多 为什么就不能分我一点点 你怎么就这么自私啊 为什么那天就没撞死你啊 只要撞死你 这一切还是我当 林梦 我真的很讨厌你啊 林家说着 就从怀里掏出一把水果刀 狠狠朝我扎来 所以你去死吧 我从一开始就十分警惕 在他动作的第一时间 就叫我救命 房门被他反锁 门外的人一时进不来 林家的手劲变得奇大无比 我艰难地抵抗着 挣扎中 池也踹开了门 一个剑步把林家撂倒在地 他看着我 还是在笑 笑着笑着 眼泪就从眼角滑下来 我爸妈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看到警察要给林家上手铐 还试图去阻止 警察同志 他还要上大学的 为首的一人推开他 上什么大学 故意杀人 先去橘子里吧 我妈拉住我 还想让我帮忙说点什么 池也抓住他俩就往外推 滚滚滚 这里不欢迎你们 林家刚被捞出来 就又把自己做了进去 我妈还在四处为他奔走 还想来找我求情 可惜都被池也拦在门外 等我的腿休养得差不多 录取通知书也送到家里了 我早就和班主任打过招呼 联系人那一栏 填的是他的号码 而我爸妈一直为了林家奔走 根本没有关注过我的成绩 直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 他们才喜出往外 我才走到门口 就听见我妈惊喜的嚎叫 老林你看 小杰真的考上了清华 他真的考上了 咱们培养出了一个清华呀 一阵注意推拉的声音过后 两人激动的声音 连邻居都忍不住探出头来看 我上前敲了敲门 好一会儿才有人给我开门 看到来人是我 听到清华二子 周围的邻居七七挖了一声 爸妈在邻居羡慕的眼光中 越发挺直的腰杆 只有秦姨冷哼了一声 啪了一声关上门 我咳嗽两声 打断他的得意 有没有可能 你手上那张录取通知书 其实是我的 他像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 表情十分夸张 眼睛瞪大 这是清华的 你就算样样要和你姐姐抢 也不用抢这个吧 就你的成绩还能上清华 我妈也在一旁帮枪 想问 妈妈知道你也想为家里争光 可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咱们可不能要 池也把我推到一边 站在我前面 大叔大婶 到底是谁的录取通知书 打开看一下 不就知道了吗 好 我就打开让你死心 我爸没有丝毫迟疑的 就打开 却在抽出那张纸之后 动作迟缓了下来 我妈没察觉他的变化 看他动作太慢 干脆抢过来自己打开 看 上面就是小杰的名字 说完还拿着 给众人展示一圈 却发现周围看他眼神都变了 池也的声音里 也带着抑制不住的笑意 我说这位婶子 你不会是不识字吧 要不要看看 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 上面当然是我的名字 没有了系统帮助 凌杰还毫无节制的放纵 他能过线都是奇迹 其实班主任早就知道了他的分数 还帮他填好了志愿 但是我爸妈怎么也不肯相信 非觉得班主任在骗他们 想读吞学校的巨额奖金 直到我离开 他们也没有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 我听说 我一走 他们就立刻申请去探望凌杰 平日里待他挤好的两个人 对他大声斥骂 质问他为什么要欺骗自己 凌杰笑得放肆 完全没有半点抱歉的意思 早在高考前 他就已经隐约察觉到了自己的情况 他试图挽回过 可惜没有成功 或许是出于报复 他还是给了孙家夫妇希望 他让他们为了他和我决裂 又欠下一大笔外债 最后才让他们希望落空 三个人在看守所就撕打起来 恰好被路过的群众拍到 放到了网上 那天拍到我被撞的人不少 凌杰一被曝光 立刻就有热心群众爆料 两女试图撞死亲女 父母亲还逼着亲女原谅 后又因利益崩塌撕破脸 这么劲爆的事情 一经发出就迅速引爆热搜 很快有人扒出 林杰的父亲其实是名抢结犯 还曾经二进攻 徐美聪其实是受不了 林杰爸爸的暴力才逃走的 林杰也不是被他爸爸送去奶奶家 而是奶奶看他快被打死了 才带着他离开 吃完瓜的网友纷纷骂他 烂泥就是扶不上墙 就连我爸妈 也被一堆人追着骂瞎子 林杰没有了人帮忙奔走 他妈早早带着钱躲了起来 量刑结果出来时 我已经在大学的校园里 池也特地跑来告诉我 我只是笑笑不接话 那些人过得如何 早就与我无关了 彼时珍在本草纲目里 记录过一种植物 叫做精英子 他生于荆棘之中 开自己的花 借自己的果 我如此奋力地抗争 终于也借出了甘甜的果 上大学之前 江洪来找过我 他和我说了那段时间 对灵结的感觉 明明他一直是很讨厌灵结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内心里有个声音告诉他 他很喜欢灵结 他应该多亲近灵结 哪怕他很抗拒这种思想 却很难控制自己的行动 所以他会有那些 在我看来很矛盾的行为 我心下了然 那是系统 加注在他身上的情感 我不怪他 也不会接受他 外力固然是原因 但内心的坚守才是根本 他守不住 说明他其实也曾动摇过 我大学毕业后 系统自动从我的身体里剥离了 消失前他给我留下了一句话 我觉得你这样的 不需要系统 也能活成女主的模样 不笑而不语 所谓的女主 不是掩盖所有人光芒 而是一以星光中脱颖而出 成为最闪耀的那一刻 只有月亮的夜晚是不够的 漫天星光与日月争辉灰 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全轮完